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所谓的搜验计划的时候 我是觉得是很吃惊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计划里面 将中国违反实验室归属 造成病毒泄漏 这个假设作为一个研究重点之一 社会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 我们中国专家提示的这些考虑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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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